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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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里都好了 然而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的世界平凡山崖 但是一道光 我最美的 哈喽各位这里是下分音乐 要说呢前两天双十一晚会上 熬夜付尾款的大兄弟们 估计都看到李家去公费追星张绕寒了 人家别的直播间都是忙着工作开播 没想到能镜头扫到李家骑时 爬窗式的壁壶追星简直不要太搞笑 这不仅让网友调侃像极了追星时的你和我 还一举登上了热搜 不过快乐总是短暂的 当网绘导演看到后 立马将他抓了回去 这波打工追星也是笑翻了一众网友 阿克门不知道我有一个魔鬼 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善人 然后 而说到这个让李家骑 暂停直播带货的女神张绕寒 那些年她演的剧 唱的歌可都承包过我们的青春回忆 而她一度还曾被称为 最会唱歌的偶像剧女主 虽说当红之际因家庭原因 事业跌落低谷 但好在凭借一首阿雕成功翻红 而最近她也参加了不少晚会活动 并和一些网红歌手们同台飙歌 堪称大型欺负人现场 不少网友看完也纷纷调侃 还是让张绍涵一个人唱吧 一首《少年》火遍了今年的夏天 原唱梦然也凭借此歌成功出圈 而张绍涵和梦然共同演唱此歌时 却招来不少网友的对比 有人认为专业歌手和网红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张绍涵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 而有些人也说两人唱的都不错 只是声音不搭而已 各位是歌之一词 黎语据制作是一刻 吧 使着该闪烁 这都应该有梦 哦 梦就别怕走 黎语 黎语据制作 是脑仰王就该暖和 都应该有梦 哦 梦就别怕走 你是第一个 发现我 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 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 你会心疼的把握在胸口 你比谁都还了解我 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 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 其实呢早在和孟然合唱前 张绍涵就与程翔合唱过两首歌了 还不太间断呢 实力毋庸置疑 要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为此事我不想发表评论 只是觉得张绍涵的流氓颜色 也算同期歌手里很难相复得住的 而这两位歌手 有可能因为舞台经验 紧张等各方面原因相比之下 所以才不那么殊色 好了 那么节目的最后 来听听张绍涵与程翔的合唱吧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